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員囉 歡迎大家 加會員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率將軍你怎麼看呢 一場美韓軍演之後呢 這個警戒風暴 我們剛剛看到了 其實美韓軍演頻率有沒有增加 還有它的力度有沒有增加 再來北韓的反擊也增加 你知道嗎 光是一天發射了25枚飛彈 就花了北韓一年買米錢 北韓哪來這麼多錢 所以這個東西因為北韓 老美為了要拉攏日韓能夠結盟 因為北韓的威脅不只是對南韓 因為韓國人對日本人也是苦大仇深 對不對 所以日本平常不大甩南韓 那美國能夠唯一能夠抓住 日韓能夠黏在一塊 美國幹的是交合計 強力交 我們都有協防條約 那大家都有共同的敵人 唯一共同敵人就是北韓 那北韓沒事要搞核爆 因為俄羅斯跟中國大陸的核子武器 是比較穩定 就是說不會輕易出手 北韓金正恩是大家捉摸不定的 所以有這個威脅呢 美國現在就為了加強拉攏東北亞 他就要搞軍演 軍演的時候呢 日韓的軍隊都會參加 所以你這樣搞的話 北韓不能示弱 那我們現在懷疑 他哪裡那麼多本錢 來打那麼多飛彈呢 不是中國跟俄羅斯 還有誰能夠支持他呢 對 五十媒體的 因為美國也是說 你在搞台灣兩岸戰爭 搞這個東北亞 我在北韓也是一個棋子啊 你在這邊下台灣這個代理戰爭的棋 他不能下北韓的棋嗎 對不對 像布林肯去遊說德國跟中國也是一樣 中國也很清楚啊 你把俄羅斯整垮了下一個不就是我嗎 何況俄羅斯還沒垮 你現在就在搞啊 對不對 所以你軍演 我也可以找個棋子來軍演啊 是 對不對 所以這是為了衝這個場面 連米格27都拿出來了 對不對 你也表示就像我們蘇晨晨講的 蘇晨晨講的 哨把都要出來啊 但是表示一個就是說 老子給你幹了嘛 一兵一卒 對 尤其我很喜歡看 他在海上打炮彈 那個是南韓很擔心的 大仗不打 小仗我給你沒事放得起發 耗著是不是 消耗南韓啊 火炮 因為38度線跟首爾很近嘛 他火炮就可以直接打到 而且火炮的那個彈頭啊 那飛彈攔截往攔不住的 他太小了 是不是動搖民心 因為民眾一定很緊張嘛 三天兩頭那飛炮彈 怎麼離我們越來越近 除非你男孩下決心 我遷都 你做不出來嘛 這麼大的事 尹晨越政府現在頭很大 頭很大 所以尹晨越內外都出問題嘛 是 所以很多國家 內外出問題的就拿 賣芒果乾 台灣不是要抗中保台 喊得震天駕響 抗中喊得很響 保台拿不出一條 南韓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美國把薩德拿進來 中國大陸不高興 中國大陸生意上 給你撒寶彈 你就沒辦法 對不對 那韓國也是兩難 又要跟中國 你像三星 海力士 對美國的晶片 就抗衡得很凶啊 對不對 所以美國才沒辦法 我暫緩一年 大家又在想 暫緩一年有什麼用 你不記得以前有個故事 國王要判死一個死刑犯 那死刑犯說 我可以讓你的馬飛起來 一年以後 人家說那馬怎麼飛得起來 一年以後 國王死了也不一定 我死了也不一定 那馬死了也不一定 所以這個東西 美國政策也是會變來變去 因為你拜登 大家看你也最後兩年嘛 對不對 你這個其中選 選不好 再加上跟共和黨內鬥 誰知道你還有能力 在外面搞這些東西 是 對不對 所以終於 你有你的辦法 我有我的招數 我看來 這個尹錫悅把總統府 遷離了這個青瓦台 好像風水也沒有比較好 這是南韓現在面臨的問題 北韓的威脅 還有另外一點 剛才這個將軍也提到了 來湯教授 北韓是不是你看喔 現在他練兵啊 找個理由 你一直軍演 美韓軍演 三天兩頭 但以前北韓反應 沒有這麼激烈啊 那現在為什麼 金正恩硬起來了呢 當然除了背後的靠山 背後的晶圓之外 還有就是 北韓很多媒體在傳 會不會第七次核四報 那北韓就有理由啊 你們三天兩頭軍演 你威脅到我啊 我現在核四報 我剛好而已啊 這個機率好像現在 一直在增加當中 是 感覺這個風險 越來越接近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那是不是真的會走上這條路呢 那我們還得要再進一步的觀察 現在呢 我們看到的情況呢 是說北韓之所以 這麼樣的密集的 來試射他的這個飛彈 這個飛彈是很貴的 他哪有這麼多的資金 哪有這麼多的財力 來支撐他最近的這些行動 這個當然我想一定有外力介入 外力介入 當然外力介入有很多方式啦 我可以提供技術 我可以提供資金 我可以提供各方面的這個便利 來幫你來生產這些 你所需要的 這些飛彈 那可是現在呢 就是因為 我們還比較一下 像川普的前一段時期 他們川普跟這個金正恩 不是好像打得火熱 他說我還很 還跨越38路線 還跨越38路線 可是在他的後半段 這個已經就相談不洽了 意思就是說 這個當時川普想要的東西 現在這個金正恩那邊呢 他覺得有困難 意思就是說 他雙方還是想在談判 有關於無核化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的癥結在哪裡呢 癥結在於說 西方國家以美國為首 當然就是美國跟韓國跟日本 他們認為說你北韓啊 你應該你要先把你這些飛彈 跟這個核設施啊 要把它先撤除了 等於說你要先把這個防備啊 這個所有的先廢棄 然後咱們再來談 這個東西 這個金正恩他怎麼可能嘛 你這個要求太過分了吧 那金正恩我倒覺得說 他的這個板子的這個提議啊 還比較合理一點 咱們來談 談怎麼談呢 就是說我們一面談 一面來撤銷 而且呢我們撤銷是什麼呢 我們雙方都要撤銷 那美方是說 你撤銷我不撤銷啊 韓國不必撤銷啊 那只要你朝鮮撤銷 那是怎麼可能呢 那所以說這個癥結一直 沒有辦法解開 那你沒辦法解開的話 那這個事情是不是就 持續的僵持下去了 那最近呢就是因為美方 現在這個又持續的跟韓國來舉行這個軍演 而且這個軍演的強度呢 日益增強 日益增加 那所以那新政人當然他也被逼的 必須要有所回應 那如果說美方還要持續加碼的話 那我看他要試射第七次的 這個核試驗的這個機率啊 是一直在增加的 而這個如果說他真的走上這條道路了 那這個對整個東北亞的這個安全啊 會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影響在哪裡呢 就在於說這個所謂的這個 你那邊如果說你有核武器的話 那你其他的韓國跟日本 你是不是還一直滿足於 美國的核子保護傘之下 是不是你們這些國家 也向美國要開始 要討救兵了 意思就是說 他那邊有了 那我這邊也要 那我這邊也要的話 那你美國你怎麼辦 你美國是不是要用 你要支持這個韓國跟日本啊 那這個就表示說 這種所謂的這個核擴散的這個情況啊 就會更加的惡化 所以說這個東西對美國 對日本跟韓國來講啊 也是一個非常燙手的楊山芋 那真的如果走上這條路的話 那對於整個東北亞的這個安全啊 確實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